张丹丰这个演员对于绝大多数网友来说 非常不陌生 拍摄了非常多电影和电视剧 演员无疑分为两派 演技派和偶像派 今年演员张丹丰很明显是属于偶像派 因为他出道至今已有17年时间 但是真正能体现他实力的代表作似乎一步都没有 他的演技却和当今流量明星小贤肉没有强太多 最近参加了一个冒险综艺节目 也是争议不断 在节目中因为张丹丰的腿部有一些小擦伤 在冒险悬崖时 一块小碎石砸在了他戴的安全帽子上 本以为擦一下就好了 没想到张丹丰突然开始抱怨 宣誓还说不想录下去 他自己想的是 如果当时没有戴安全帽或者直接砸在脸上 对我影响太大了 因为很可能会毁容 参加这种冒险节目呱呱蹭蹭也是难免 边上作为同伴的韩雪和大张伟听不下去了 大张伟在节目最后采访环节 公开怒怼张丹丰 我一直看不惯那些所谓的偶像明星 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 注重自己的发型 韩雪也忍不住对张丹丰吐槽几句 他的偶像包袱确实太重了 确实 人家一个女生都没有那么矫情 作为一个男人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 难道真想靠这张脸吃一辈子 怪不得出道17年还只是个偶像